为了感谢清洁队员在春节期间加班收运及维护环境的辛劳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到泰山清洁队 亲自赠送兔年吉祥福袋及象征大吉大利的橘子 祝福队员新的一年都能工作平安顺利 为感谢清洁队员在春节期间加班收运及维护环境的辛劳 新北市长侯友宜31号来到泰山清洁队 亲自自证兔年吉祥福袋及象征大吉大利的橘子 并祝福队员新的一年工作平安顺利 土吉利来 新北市春节同人们最需时 春节连续十天假期都没有学习 不管是足续大人吃一道出山 依然在坐垃圾合修 尤其垃圾量以往年将近达1.9倍 都能增到好习 侯市长表示清洁队员的工作性质日夜无休 正因为有这五千多名不辞辛劳的队员 才让新北市111年夺得全国最干净城市十连霸的殊荣 这十年来新北市得到全国联系十年最干净的城市 环保清洁队的伙伴扛起了责赖 侯市长指出清洁队员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在春节加班清运 维护环境才能让全体市民过一个整洁干净的好年 实在让人就甘心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